打開正面看起來有點歷史的木門 裡頭別有洞天 一條長達三百公尺的水泥走廊 通往這座建在山腳下 已經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秘密碉堡 建造於一九六零年代初期 冷戰最緊繃的時期 博物館長解釋 這個碉堡建造的主要目的 就是保護丹麥政府 免受原子彈威脅 丹麥政府從沒來過這裡 這個碉堡也在兩千零三年停用 並在二零一二年對全世界公開 當局耗資八千萬丹麥克朗 將近新臺幣三十五億元 將這裡打造成一座博物館 裡頭幾乎所有東西 都保持著六零年代的樣貌 博物館總監表示 透過這個碉堡 可以依然冷戰時期的日常生活 以及政府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所做的安排 來到這裡 不只能感受冷戰時期的緊張氛圍 官方還特地展出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的殘骸 來提醒民眾原子彈的威力 當前的二物戰爭也讓不少人再次感受到核武器的威脅 這個冷戰碉堡博物館從二月十三號起開放民眾購票參觀 每次以十人一組進行路程兩公里九十分鐘的設施導覽 每年僅六萬張門票額度 平均一天只有不到兩百人能入內參觀 門票勢必相當搶手 公司新聞正偉人編譯